好那剛剛呢大家都已經會做這個版面配置之後 我們現在再來看怎麼樣去新增所謂的頁面 它的頁面還有分很多種 一般像比如說我現在做在首頁這個就是什麼 比較像網頁的對不對 好像你的mail裡面做有那個編輯文件一樣 這是第一種 另外呢他還有幾種不一樣的 我先給老師稍微看一下大概長什麼樣子齁 這個主題這個都沒問題齁 好網站架構也略過了 這裡最簡單的就是那個叫做網頁 那另外呢如果您比較像是比如說是公告類的 也就是說我在同一個頁面裡面好像類似新聞有沒有 新聞我們可能是同一個頁面我會有一則新聞兩則新聞 對不對那種我們稱作公告 稱作公告齁 那我在這邊呢有做一個 那我在這邊呢有做一個 比如說我看一下我進到另一個好了齁 這個檔案 好像一個那個檔案總管一樣 比如說我可能是成果報告那我會有很多的相關的比如說文件啊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雖然只有100Mbps 但是說真的你的文件文字檔的要達到100Mbps 也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這裡呢就有留一個在這邊 像這個上課補充教材 你可以在這邊就直接新增有沒有 當然最好的方式還是如果真的比較多的能夠分門別類一下 就是好像檔案總管加什麼 資料夾 所以要加資料夾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不是他沒有告訴你是在這邊 有沒有他是要移至哪裡 可是資料夾是從這邊建立的 從這邊建立 那如果你是上傳檔案 可以直接從這裡加進來 直接選好丟上去就好 所以還蠻快的 那麼如果你是來自網路上的連結 網路上連結可以用這種方式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把什麼 檔案分享在網頁上 或者 因為他只有100Mbps對不對 如果假證您真的檔案就是特別多 也不要難過 因為您的Gmail有所謂的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如果你有分享出來 就可以直接做連結 怎麼做呢你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找到雲端硬碟 好這裡有一些了對不對 這個前面這個說明 你看過就可以關掉了 好假設我要看這個 我要這個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 你可以進來 這裡有一個其他共用 有看到了 共用 好點一下 它有沒有個連結 嗯你就直接把這個連結 複製起來就好了 所以假設你要 丟到這邊來 給人家用的話 新增連結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因為你的Gmail那邊 有5G的空間 雲端硬碟有5G的空間 所以應該還夠 應該還夠 所以可以用這種方式 好 OK 新增 好有了 嚇一跳 好 像這樣子 OK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 知道說 我這樣用 那麼再來還有沒有別的 也有 除了這個以外 等一下我們再看附件管理 還有一個類似叫清單版本 這個可能大家用到進入比較多 比較少啦 大部分是專案進行的時候 會有進入用到 比如說我有一些工作 什麼工作有完成沒完成 可以像這樣類似做那個叫做什麼 甘特土的那種概念 什麼工作做完了沒有 沒有做完還是進行中 之類的去做管理 那 大致上是這樣 那麼 當你的附件有越來越多之後呢 怎麼辦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在更多裡面 有一個管理協助平台 這裡有一個叫附件 看到了齁 所以 你如果有很多的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你有什麼附件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管理 事實上呢 我們在這個 剛剛還有一個排名介紹的 就是一般性的網頁 你要增加頁面在哪裡 在這邊 我從這裡來齁 增加頁面 有沒有 新增 這個是編輯 看你到哪一頁 按這個就是編輯那頁 好 我按這個 新增 他就會問你 除了 好 有沒有發現那個範本在這邊 好範本是從這裡去選的 從這裡選的 一般最常用的當然就是所謂的網頁 也就是一般的齁 好 我就把它按建立 建立好的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裡面 直接打 那協助平台的頁面 它有一個跟別人很不一樣的 請問老師用過部落格 用過那種班級網頁 請問當你發布表 發表一篇文章之後 可不可以夾帶附件 絕大部分是不行 對不對 部落格啦 它大部分就是給你寫所謂的文 跟圖而已嘛 不能夾帶附件 你往下看 你有沒有發現我可以夾帶附件 對不對 這算比較特別的 也就是說你 我今天這個 假設這個文件比較長 我懶的就把它弄到這邊來 我就用附件方式夾帶也可以 他就直接看那個成果報告 或是這個報名表之類的 這樣也OK 那我這邊呢 有一個Sample 這是拿那個哪裡的 拿新竹的 這裡 成果報告書 一個是這個補助說明 已經打開了 好 我這個先離開一下 給老師下的這個 那假設你要活動計劃 你也可以這樣打開 好假設你要全部的 Ctrl加A Ctrl加A 對不對 全選複製 直接就貼到這裡面來也可以 因為呢 你雖然看起來它好像 很陽春的樣子 但是它的工具列是在上面 老師有發現了嗎 對不對 很像我們在寫 Mail那個嘛 當然它的格式沒有辦法 完全跟 握著裡面一模一樣 所以你有量幾種方法 你可以這樣直接貼進來 假設你的 就是內容 不是那種 格式非常複雜的 大致上進來還接近 好大致上進來還接近 如果你要一定要一模一樣的 我們可能就會監禁可以用復健的方式 這邊做簡要說明就好 這也是一個 好假設我這樣做好了 你就按儲存 好 現在存好了 那麼 剛剛有老師就說 如果我在這邊想要新增自己的 有沒有 記得內容 我現在這邊有做了頁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 一樣版面配置 假設你要放在這個上面的 等到它是有個新增頁面 好我們就找到剛剛我做的頁面範本說明確定 那它就進來了 好它就進來了 然後按確定就OK 這個地方就會變了 所以新增 剛剛你在這邊看到的 所謂的新增頁面 不是說在這裡開個新的 而是說你已經有的頁面 我從這邊去選好 把它丟到 新增到上面這個叫導覽列 好導覽列裡面來 那這樣一般來講就是 比較重要的我就會擺在所謂的這個 上方導覽列裡面 可以像這樣去做說明 好 這樣大家都了解了吧 所以我們剛剛把那個頁面的部分 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你要新增的頁面呢 是我們剛剛跟各位提到 叫檔案櫃的 你看這個 好你就直接從這邊選擇檔案櫃 按建立 它進去之後 就會變成我們剛剛的那種 有沒有 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們做個參考的 好